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印度的犯罪喜剧片《白手公司》 90年代的印度还未上行消费主义 人们普遍认为本土的东西都是过时的 只有进口的才是毛 但是120%的关税却让大部分人望而却步 因此反映出了许多钻控子的走私商人 卷毛就是当地最大的走私商 他给那些像出国游玩却没有钱的人提供资金 承包他们履行了全部开销 从而利用这些人买回国外的奢侈品透过关税 并且买手还能得到一笔可观的佣金 小卡、桑迪和小信都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 他们刚刚大学毕业 迫切想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三人中小卡是最优秀的一个 她考试总是第一 连体育都出了一把萃 但她最渴望的是财富第一 为了免费旅行和高额佣金 三人跟随卷毛坐上去往曼谷的飞机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叫巴拉的独立女性 刚抵达曼谷 四人就如拖江的马儿 到处吃喝玩乐疯狂购物 桑迪和小信只顾着享受 而小卡果断拒绝了卷毛的特殊邀请 陪同漂亮的巴拉一起逛街谈心 小卡说 她不想和父亲亚按部就班 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 年轻人就应该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但她却又不敢捂腻父亲的意愿 而巴拉的父亲是个开明人 她从不约束女儿 常对巴拉说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 这让小卡尤为羡慕 尽管巴拉现在有一份不错的稳定工作 但她的梦想是做一个顶级模特 这次的旅行让小卡的心态大变 她羡慕巴拉的家庭 羡慕她的自由和想法 因此她和父亲大吵了一架 父亲认为 生活就是老老实实的去上班 只有这样才能养活家庭 但小卡并不想像父亲一样 在办公室工作24年 被秃了头都一事无成 她想成为叔叔那样的商人 做个有价值的富人 父亲很是生气 当年她就是因为和小卡叔叔的理念不合 两兄弟才闹得不欢而散 至今都没有来往 和父亲吵完架后 小卡借着桑迪的车去和巴拉约会 二人情投一合 很快确定了关系 当晚小卡的父亲务实毒药 幸亏送一集时抢救了过来 但公费医疗并不涵盖此项意外 他们只能自己支付医疗费 母亲不得已取出家里的全部积蓄 一场大病就这样掏空了一个家庭 小卡看在眼里非常痛心 此刻她坚定了创业的决心 随后小卡和两个小兄弟再次找到卷毛 想要通过走私赚更多的钱 恰好卷毛正在处理一桩棘手势 海关官员想贿赂不够 故意拦下了卷毛的买手 但卷毛并没有理会海关的为难 他清楚 通常被没收着走私品 一个月后就会流入黑市被迫拍卖 而那里是卷毛的天下 他只需稍加贿赂 就能以最低的价格收回货物 这样既逃了税 又能以税后的价格大赚一笔 120%的关税就是他的利润 小新看上了卷毛店里的鞋想要买下 但是货架上却仅摆了一只 卷毛告诉他 一双鞋可以价值连城 但一只血却一文不值 这样才不会被贼惦记 卷毛奇特的生意经 让小卡瞬间发现了商机 他迫不及待地把灵感告诉巴拉 却遭到反对 巴拉觉得想通过违法途径发财 无异于自寻思路 况且他马上就要实现当模特的梦想 然而公司却要对巴拉前规则 这击碎了巴拉的幻想 他愤怒地用剪刀刺伤老总 跳上小卡的车逃离了是非之地 梦想的破灭让巴拉迷失了方向 他选择接受小卡的想法 做一个赚钱的商人 得到了恋人的支持 小卡马上展开行动 他先使来了桑迪和小鑫两个好兄弟入伙 然后向美国的富商叔叔 借了200万卢比的启动资金 叔叔虽然不想和固执的大哥联系 但对这个侄子还是很宠爱的 叔叔知道 侄子和自己一样拥有聪明的头脑 想也没想就甩出了200万 之后 四个有志青年在游曼谷 锁定了全球鞋业第一的品牌 订购了2000双运动鞋 拿到货后 小卡将鞋子的左右脚分开装箱 分别发往国内的不同机场 等提货的时候 小卡便以货不对版为由 假装打电话给发货上大吵大闹 同时桑迪也在link机上照猫画虎 最后他们拒签货物 让所有的鞋子滞留海关 一个月后 海关发起拍卖会 其人立刻乔装打扮 用最低的价格 拿回了别人不要的单只鞋子 之后 他们在郊外的仓库会合 将鞋子重新装箱 转卖给卷毛大赚一笔 这天 小卡回家层前被父亲发现 父亲得知 儿子跟走私饭合作大发了一听 可小卡刚尝到甜头 自然不敢放弃 父子二人就此决裂 临走前 父亲告诫小卡 上天给了他一个聪明头脑 如果正确运用 他会有幸福的人生 若走歪门邪道 只会回了一生 可惜 小卡坚持认为自己是对的 后来 小卡住进了巴拉家 几人开了一家公司 在全国的各个机场 用老套路赚得盆满钵满 可好景不长 金融部长 突然改革进口商品政策 把120%的关税 缩减至20% 这意味着 小卡他们将无力可图 但这并不能阻挡小卡的脚步 他将目标对准了 全盛时期的美国 这里有更多的商机 等着他发掘 一到美国 小卡就像叔叔 索要了商场上的进货单 直接锁进了 纽约最大的手套进口公司 他们找到该公司的高管 以业内8美元的最低价格 达成了第一笔交易 高管对货的质量非常满意 干脆下了10万上的大订单 这时小卡便以新公司资金不足 要求高管先支付运费 随后 他们将手套的左右手 分开装货 放入不同的仓库 接下来就等待于主动咬勾了 不多时 高管打了电话催货 小卡借口拖延 之后就是 一天推两天 两天推三天 各大分销商等着拿货 但高管手头啥也没有 只能干着急 等高管的耐心达到顶点的时候 小卡恰时打电话过去 说货到了 这时的高管已经没时间仔细验货 马上联系各大商店 直接来仓库提走 一拿到货款 小卡立刻跑路 而10万只只有右手的手套 一文不值 之后 小心假冒废品经销商 以5万美元的废品价 回收了高管的残次品 最后 竟然将手套重新组合装箱 由桑迪出马与高管交易 现在高管急需补充市场 只能以10美元的价格 又买下了这10万双手套 为防止不再上当受骗 高管甚至亲自去仓库 挨个检查了每一双手套 这一单 他们赚了100万美元 平分钱财之后 马如爆发户的众人 开始四处狂欢 真正过上了灰金如土的生活 他们拎着一大袋钱来到了赌场 像玩纸片似的肆意挥洒 两天玩下来 小卡说的眼都红了 一旁的巴拉想劝他离开 却被他气愤地骂走了 小心在这里交到了女朋友 但膨胀的他 酗酒严重 目中无人 看谁不顺眼就要揍人家 相比之下 温顺的桑迪还算克制 他用金钱满足了自己的色心 但并没有因此狂妄自大 解决了小鑫的麻烦之后 小卡俨然一副老大的姿态 命令丧底带小鑫回酒店 随后又钻进赌场 大把大把的输钱 直到身无分文才信心作罢 回到酒店 小卡也没有安慰伤心的巴拉 自顾睡觉去了 后来小卡主动联系叔叔才知道 手套公司投诉他们卖假货 警察都找来了 小卡赶紧解释说 是那些人诬陷自己 不然也不会验货付款后 再相信投诉 叔叔还是比较相信职责 没有再继续追问 现在他们卖假货的消息 人人皆知 手套生意是做不成的 其他人觉得无所谓 反正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不如早点回家开个店 过稳定的生活 但是野心勃勃的小卡 从未感到满足 很快要想出一条赚大钱的妙计 这次他们从房子入手 首先由巴拉购入一套 10万美元左右的房产 几个月后 小新从银行贷款20万 从巴拉手中买过来 他们瞬间把10万块收入囊中 之后 小新再以40万的价格 专收给小卡 小卡用他叔叔做担保人 从银行贷款 这样他们又白得了20万美元 据银行规则第11项规定 如果借贷人违约 银行会收缴借贷人的财产抵押 只要他们宣布破产 银行只能选择回收房子 而房子的价值只有10万美元 一来二去 他们就赚了20万 钱来得越快 人就越膨胀 小卡天天和有钱人谈天论地 完全忽视了巴拉 小新整日酗酒 动不动就打女朋友 丧帝实在看不下去 和小新打了一架 小卡出面说了小新几句 让他不要再惹麻烦 但小新可受不得委屈 张口就骂小卡算什么东西 而小卡的脾气更薄 斥责小新说 没有自己 他连条狗都不如 此刻 锦人往日的友谊 早已不复存在 小新感受到了奇耻大辱 当即撂挑子走人 之后 银行打电话 询问叔叔贷款的事情 叔叔赶紧联系职责 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小卡以炒股出了点问题 躺撕了过去 某天 巴拉意外得知 小卡被拿到绿卡 竟瞒着自己和别人结了婚 巴拉再也忍无可忍 但小卡觉得自己没错 他只是在为他们的未来规划 他自知 现在干的事情风险太大 拿到了绿卡 就不用再害怕被钱送回国 而他一点也不想回去 可是 在巴拉看来 小卡就是自私 自从他们有了钱之后 小卡就变得目中无人 巴拉一再忍让 但小卡却并不加厉 巴拉自认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如果小卡跟他商量 他肯定会同意 但小卡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 伤心离去 对此 小卡没有半点回忆 不久 桑迪和被小心抛弃的女友走到了一起 桑迪觉得 他们也赚了不少钱 想和女友安定下来 开个店过稳定的生活 最后的朋友也要离开 让小卡非常愤怒 他告诉桑迪 是因为他给予的恩惠 才让所有人发了财 可现在 这些所谓的朋友 却都要过河拆桥 桑迪也很生气 他不认为 小卡做的一切 完全是为了大家 小卡一直想当个有钱人 所以 他求助朋友帮他圆梦 如今 朋友之间的合作 帮他实现了梦想 但他却以为 一切都是自己的功劳 帮助他的朋友 反倒像是从街边捡回来的狗 小卡感到从未有过的失落和难过 他想不懂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后来 他回到离开了一年的家 但却没有勇气和家人见面 恰好 今天是公司给父亲颁奖的日子 小卡只能偷偷藏在门口 看着这一切 父亲兢兢业业 工作了25年 他没有大富大贵 但他觉得 自己是最富有的人 他有爱他的家人 这是他的妻子 尊重他的同事 公司给他的荣誉 更让他无比自豪 意味着25年来 他赚的每一个卢比都是诚实的 他感谢大家 为他平凡的人生 增光天彩 看着台下热烈的掌声 和肃然起见的人们 小卡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回到美国后 小卡问叔叔 一个人怎么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叔叔告诉他 只有尊重别人 别人才会尊重你 小卡恍然大悟 他很清楚 自己从未尊重过任何一个人 这时 警察到来 以诈骗罪逮捕的小卡 银行起诉了他 但只要求他 至少还款70%就撤诉 但小卡却说 他们是四个人合伙 所以他只承担25% 话刚说完 巴拉就带着其他两人的那份钱 来到了监狱 巴拉阻止了小卡的发言说道 没被小卡逼出公司前 他们是一个整体 现在账轻了 以后就各走各的吧 后来 小卡被追究民事责任 服务刑六个月得到释放 出狱后 小卡不再想着赚大钱 彻底放下曾经的骄傲自满 挺着大肚子的巴拉 找到小卡 原来他从未放弃过深爱的男人 他只是不想让孩子 有一个狂妄自大的父亲 日子平淡无奇地过着 直到有一天 叔叔的公司遇到了危机 小卡的聪明头脑 终于派上了用场 叔叔说买了衬衫 因为洗一次就变色 被客户退回 而且运度供货商甩手不管 没有任何办法 最大的问题是 已经投放到市场的一大批货 会给公司带来更大的灾难 光是今天早上 公司的股票就下跌了30% 看着变色的衬衫 小卡来了灵感 他相继找到店铺生意惨的桑底 和戒指的小新 并得到了他们的原谅 然后拿了几件衬衫 全部洗变色 又从叔叔手中 拿到客户名单上门推销 声称他们公司 推出了这款新品衬衫 没洗一次就可以换一种颜色 虽然是一件衣服 但穿一周都不重样 客户听了这个谋患的理由 竟然有点动心 答应预定5000件看看销量 等货刚投入市场 巴拉继续大量购买 营造热销的假象 好巧不巧 桑底的女友 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运用10年的首席伴舞 他让迈克尔杰克逊 穿上衬衫 登上报纸头条 然后将照片印在纸箱上 并把大量衬衫送到各个社区 让人们误以为是天王送的礼物 营业之间 这种变色衬衫火爆全市 商场供不应求 只好打电话向总部要货 总部立刻联系小卡 买下了叔叔公司的全部存货 而且小卡还趁机让桑底和小新 用全部身价 购入叔叔公司的股票 不久之后 变色衬衫火遍全球 股票一路疯涨 叔叔赚了大钱 四人也收获不菲 后来 他们都成为了叔叔公司的股东 而回国正当的小卡 与父亲和解 一家人重新过上了 幸福美满的生活 不得不承认 这电影的每一部操作 都在我的意料之外 好了 本期这期的 希望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